我们了解了凭证的分类以后 直到分成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 那么现在跟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原始凭证 刚才在原始凭证已经和大家提过了 原始凭证是我们凭证里面最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凭据 而且有了原始凭证是会计所有工作的开始 原始凭证取得以后才开始其他的会计工作 所以原始凭证我们又叫它单据 这个单据是在经济物完成或者发生的时候填制的 用于记录经济物完成或者发生的文字证明 会叫它原始凭证又叫它单据 从原始凭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原始凭证是在我们经济物完成或者发生时候取得的 来证明经济物已经完成或者发生的文字凭证 原始凭证只能证明经济物是真实发生合法的 所以又叫它单据 那么作为这个单据 按照它不同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类别 先看第一个 原始凭证按照来源不同 会分成外来的原始凭证和自制的原始凭证 外来的原始凭证 从企业外部取得的叫它外来的原始凭证 那么书上举了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例子 那么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是比较特殊的 本身增值税是我们现行的税种里面的唯一的一个 价外税 作为这个价外税 我要求进行价税的单独核算 因此这张发票就叫它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数字 一个是价钱 一个是增值税 还有一个叫它价税合计 那么这就牵扯到会计在进行计量的时候 应该按照这三个金额进行不同的计量 好 这是我们说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由企业外部取得的 表示增值税购销业务产生的文字的凭据书面证明 那么增值税专用发票 价钱税前价税合计一定要单独进行计量 要分别进行会计核算 这是我们说外来的原始凭证 由企业外部取得的 比如说各种的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好 还有我们的零售业发票 以及服务业发票 只要是从企业外部取得的 都叫它外来的原始凭证 那么除了外来的原始凭证 还有自制的原始凭证 自制的原始凭证 企业自己印制的 在企业内部流通的就叫自制的原始凭证 比如说我们会有领料单 也就是说每个企业都根据自己企业情况来制定领料单 在企业自己内部流通的叫它自制的凭证 凭证原始凭证按照来源不同分成 外来的原始凭证和自制的原始凭证 那么原始凭证按照填制的手续和内容不同 又分成了一次凭证累计凭证和汇总的凭证 那么一次凭证只在一张原始凭证上 只记录一笔经节物 填制一次有效的就叫它一次凭证 就记录一件事 而且是一次填制有效 所以叫它一次凭证 那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就是一次凭证 在这张发票上就记录一件事买东西 那么就一次性填制是有效的 所以叫它一次凭证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 外来的凭证大多数都是一次凭证 从企业外部取得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次凭证 只记录一笔经济业务 一次填制有效一次凭证 那么除了一次凭证 还有我们的累计凭证 那么累计凭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多次记录 发生相同或者相类似的事情就叫它累计凭证 在一段时间内我重复记录这一件事 很多次记录发生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就叫它累计凭证 比如说我们的限额领料单 限额领料单就是记录在一定时间内 企业领取材料这件事情 所以叫它累计凭证 在一段时间内很多次记录相同或者相类似的经济业务的 就叫它累计凭证 比如说限额领料单 那么除了我们的累计凭证 还有我们的汇总记录证 那么汇总记录证就讲的是 我们会把凭证跟对于一定时间内 散应相同或者相类似的经济业务 我汇总编制的就叫它汇总的凭证 比如说我们的公资汇总表 汇总凭证是把我们一定时期内反应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很多张原始凭证 加到一起汇总编制的就叫汇总的原始凭证 比如说公资汇总表 还有我们的发出材料汇总表 这时候我们说原始凭证 按照它填制手续和内容不同 分成一次凭证 累计凭证和汇总凭证 一次凭证重点在于我们的一次 只记录一笔经济务 填制一次有效 一次凭证 大多数的外来凭证都是一次凭证 还有累计凭证 累计凭证是记录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相同或者相类似的 多次记录这样的事情就叫它累计凭证 比如限额领料单 汇总凭证 是打在一定时期内反应相同或者相类似的经济业务的若干章原始凭证 汇总编制的叫它汇总的原始凭证 比如说工资汇总表或者是发出材料汇总表 在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怎么来区分到底是汇总凭证还是我们的累计凭证 从名字就能看见 如果说工资汇总表就是汇总的原始凭证 发出材料汇总表 同样是汇总的原始凭证 领用材料汇总表 汇总的原始凭证 在名字我就能看见 那么累计凭证书上就说了一个限额领料单 这是我们说原始凭证按照填制手续和经济用内容不同分成一二三三个 那么再看一下原始凭证按照格式不同分成了通用的凭证和专用的凭证 通用的凭证 那么在我们的一定的范围内由相关的国家机关统一印制 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的有统一格式的凭证 就叫它通用的原始凭证 比如说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通用的原始凭证 它的格式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了 那么在我们的工业性企业或者在适用增值税的企业 通通要用的这个范围都是我们的适用于增值税企业 而且格式由我们国家统一印制的 所以叫它通用凭证 还有我们去银行办理各种结算业务 取得了银行结算单据 也叫它通用凭证 银行结算单据的格式由谁来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 由人寒朗规定银行结算单据的格式 所以也叫它通用凭证 那么再看我们的专用凭证 专用凭证讲的是 由企业内部自己印刷的 在企业内部使用的就叫它专用凭证 好这是我们说原始凭证的分类 按照三个标准分成了不同的类别 按照原始凭证的来源分成 外来的原始凭证和自制的原始凭证 那么原始凭证按照填致的经济内容和程序不同 分成了疑似凭证累计凭证和汇总的原始凭证 那么原始凭证按照我们的格式不同 分成了通用凭证和专用凭证 对于原始凭证的分类 希望大家自己总结出一个表格 看一下原始凭证都有哪些的类别 那么还有我们说不同的类别 包含哪些种原始凭证 比如说我们的外来的原始凭证 有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么企业自制的原始凭证有我们的领料单 还有发出材料汇总表 也就是企业自己印刷在内部流通的都叫自制的 那么对一次凭证 一次填制有效只记录一笔经济业务的 比如说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么对于我们的累计原始凭证 限额领料单 汇总原始凭证我们有什么呀 工资汇总表和我们的发出材料汇总表 还有我们说凭证按照来源通用和专用的 通用凭证所有的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服务业发票 还有零售业的发票 还有我们去银行办理结算的银行结算单据 都是我们通用的凭证 那么企业自制的在内部流通的 比如说我们的限额领料单 我们的发料汇总表 还有我们的领料单 只要是企业内部流通的都叫我们专用的凭证 这是对凭证的分类需要大家掌握的 分类的标准和每一类里面都包含哪些会计凭证的具体的名字 那么在了解了原始凭证的分类以后 那么来看一下原始凭证应该具备的基本的内容 那原始凭证应该具备哪些内容才是合理合法的原始凭证 那么首先看一下原始凭证一定得有我们的名字 就像我们的人一样先得有名字 原始凭证也是这样先要有名称 有了原始凭证的名称 那么就需要有填制原始凭证的日期 什么时候填的要写上 名字日期有了要有接受原始凭证的单位 有接受原始凭证的单位就会有什么呀 填制原始凭证的单位 谁出具的呀 有接受单位有填制单位 那么剩下就是原始凭证写的经济业务的内容 经济业务的内容 比如说购买的项目名称数量单价和金额 经济业务的内容 那么作为原始凭证第七项最后一项 内容原始凭证要有我们的相关人员的 然后还有说原始凭证复建的章数 这是对一个原始凭证应该包含的至少这七项内容 先得有名字 然后是日期 接受原始凭证的单位 填制原始凭证的单位 经济业务的内容 有关人员的签章以及凭证复建的章数 构成了原始凭证的基本的内容 那么原始凭证是在经济务完成或者发生时候取得的 那都有谁可以我填制原始凭证 首先我们说经办人员都可以填制和取得原始凭证 这个经办人可以是我们的业务人员 也可以是会计人员 只要是经办了这件事情都可以填制和取得原始凭证 业务人员可以会计人员也可以通通叫他经办人 所以原始凭证是在经界务完成或者发生时 证明经界务完成或发生的书面的凭据 因此我们又叫他单据 作为原始凭证这个单据 至少具备这七项内容 只要是经办人都可以取得或填制原始凭证 那么在原始凭证填制的时候 我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要求 那么书上说了很多内容 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首先原始凭证填制一定要是真实的 可靠性原则 所有的记录一定要是真实发生的 不能捏造 因此原始凭证是证明的最具有法律效力的 因此要是真实发生的 不能捏造 在符合真实发生的基础上 在我们填制原始凭证的时候 内容一定要填制完整 原始凭证有七个内容 有哪些内容 第一是名字 第二是我们的日期 接受原始凭证的单位 填制原始凭证单位 经济业务的内容 经手人的签章 以及附件的章数 每一项都要逐一填写完整 每项内容都填写完整以后 我们还要求手续齐备 所谓的手续 原始凭证会有经手人签章 每一个人都要签字 落实我们的经济责任 那么对于原始凭证 我们说对于填制原始凭证的单位 还要在上面加盖我们的工章 来证明这件事情 原始凭证的填制手续要完备 如果填制原始凭证还要经过我们领导的层层批准审核的话 一定要有批准审核的记录的人员的签名 也就是签章来明确责任 这是说原始凭证应该是真实的经济物 各项内容应该填写齐全 而且手续应该完备 该由谁签字盖章的一定哪个都不能落 再看一下原始凭证 书写一定要清楚规范 书写原始凭证的时候 我们说了 你用楷书写可以 用行书写也可以 但是无论哪个 一定让每个人都能看清楚 明细性 清楚明了 让每个人都能看懂可理解性的要求 一定不能乱造简化字 我们只能用楷书或者行书 按照国家要求的字来书写 不能乱造简化字 千万要记得 那么在原始凭证书写的时候 还有进一步的要求 也就是说 对我们金额大小写的要求 还有我们出票日期的要求 原始凭证要求同时记录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的时候 一定要大小写金额是一模一样的 不能产生任何的意义 就比如说我们在写 原始凭证的大写金额的时候 一定要在头一个大写金额的汉字 紧挨着写上人民币三个字 那么对小写金额也有要求 对小写金额的第一个阿拉伯数字前面 要紧挨着封上人民币的那个符号 小羊角的符号 那么这是对我们书写的第一个基本要求 大写金额前面要写人民币三个字 小写金额前面要封上原的记账单位 我们在人民币三个字和原的记账单位 和后面的书写之间一定是不能留白 一定是紧挨着的要求 除了这个基本要求以外 再说第二个要求 关于我们的整字或者是正字的要求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一定得写那个整字 什么时候是不能写那个整字或者是正字的 那么听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 一共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必须要写整字或者是正字的 如果我们在书写小写金额的时候 那么到了我们的原度为止就没有数了 也就是说脚位和分位都是零的时候 我们在表述成大写 是一定要写整字或者是正字的 比如说一百元 一百元在书写成大写的时候 人民币一百元整或者是正字 因为脚上分上都没有数了 正或者正字必须要写 那么第二个要求 如果我们在写小写的时候 脚上有数字 而分上没有数字的时候 我们在书写大写的时候 正或者正字可写可不写 就比如说一百块零一毛 我们在书写成大写的时候 人民币一百元零一脚整 没问题 可以 也可以表述成人民币一百元零一脚 也就是说脚上有数字 分上没有数字 整或者正字写不写都可以 那么再说第三个 如果脚位分位上都有数字 整或者正字是肯定不需写的 比如说一百块一脚一分 在论述的时候 人民币一百元零一脚一分 可以了 因为非常零都到分了 那整字或者是正字是肯定不能写的 那么这是对我们整字或者是正字的要求 除了对整字还有正字的要求 我们还会对零有额外的要求 那么零如果说脚和分位上我都是零零有这么两个零零的话 我们在进行手写小写金额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横线来替代 一百块那么写一百点一横线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如果脚和分位上你都是零 在写小写的时候 这个零零可以用一条小横线来替代 只有这一种情况可以用横线 其他的均不可以 这是我们在书写小写时候的要求 那么再看书写大写的要求 那么对零也是有要求 因为零实在是太特殊了 先说我们对零的第一个要求 如果是连续的几个零 我们写一个零就可以了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1008.0 也就是说1008连续的有几个零 我在表述成大写的时候 只用说一个零 人民币1008远整 那么这是我们在表述的时候 连续的几个零说一个就可以 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零非常的特殊 在我们的万位上和原位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零可以写可以不写 如果我们的零在万位上或者是原位上 这个零写不写都可以 但是有一点情况比较特殊 如果万位上和原位上同时都有零 那么我们必须要选择说一个 书上有一个例子回去看一下 也就是说万位上或者原位上有零 选择写也行不写也可以 但是如果万位上和原位上都同时有零的话 你最少要说一个 或者说前面或者是说后面都可以 那么这是对我们人民币大小写的要求 在我们原始凭证上对我们一定要有人民币大小写的要求 一定写大写的同时要记录小写金额 大小写要是一致的 这时候要注意正或者正字什么时候写 那么零非常特殊 连续的几个零说一个零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零在万位上或者原位上的时候 选择说零不说零都可以 但是如果万位上和原位上同时都是零 你或者说前面或者说后面 只有两个方法选一个 书上有一个例子看一下书就可以 那么对原始凭证除了我们对书写正确的要求 一定是原始凭证要号码的连续使用 原始凭证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我们企业自制的都会有编号 一定是连续使用 所谓的连续使用我们叫编号在前的 那么使用日期肯定也是在前的 所以叫它连续使用 举个例子 我现在十月一号开的一张原始凭证编号是一号 那么我们十月五号开的原始凭证肯定得在一号以后编号 这是说原始凭证一定要连续使用 那么不能跳号隔号 我们不可以啊 连续使用要求一定是日期在前的原始凭证编号一定是要在先的 如果原始凭证写错了怎么办 我们可以进行作废 但是要记得 原始凭证要作废的时候 所有的连次一定齐全才能作废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增值税专用发票 国家说的是几连的 四连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 我们会有一连叫它从根连 还会有一个叫记账连 还有发票连和抵扣连 增值税专用发票非常特殊 所以国家规定至少有四个连次 因此我要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个原始凭证 一定要四个连次都齐全才能作废 盖上作废的章 差一连都不可以 这是说原始凭证要连续使用 作废没问题 但是连次齐全的时候才能作废 连次不齐全是不允许作废的 那么再看一下 原始凭证不得土改挖擦 还有我们的刮补 对于原始凭证 土改挖擦和挖补绝对是不可以的 原始凭证开错了可以重新开局 或者按照我们专门的方法进行更正 那么原始凭证都有哪些地方是允许更正 那由谁来更正 原始凭证如果开错了要由原出具单位进行更正 并在更正处加盖公章来证明这件事情 但是原始凭证经额的错证 但是原始凭证经额的错证 是不允许更正的必须要退回 那么对原始凭证填制一定是要及时的 会计信息是有很强的时效性的 原始凭证是会计工作的开始 开始的时候只有及时了 那么以后的后续环节才能是及时的 对原始凭证一共有七个要求 一定要是真实的 填写要是完整的 手续要是七倍的 原始凭证填制要符合我们法定的要求 正或者正字的书写 还有我们零的书写 那么对原始凭证要号码连续使用 作废的时候连次要齐全方可以作废 那么对原始凭证不得土改挖擦和我们的刮补 一定是要通过专门的方法进行更正 那么原始凭证一定要及时取得 你不能太过后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201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要把2010年全年的原始凭证及时取得 不能到每一年再进行取得 如果那样的话不符合我们的时效性 这是关于原始凭证的填制的要求 那么书上在我们书的99页举了 原始凭证的填制举例 那么99页讲的是会计的银行的支票的填写 支票分成了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 现金支票只能取现金不能转账 转账支票正好相反 只能转账不能取现金 那么支票一定是由两连来构成 比较小的在左手的我们叫它从根连 那么比较大的我们叫它支票连 在支票连开具的时候 可以看到支票连的出票日期要求是大写的日期 在写支票大写日期的时候 就要我们格外的注意了 大写日期一定是按照我们汉字来进行书写 那么年现在是2010年 那么现在是几月份 12月份 在表述12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写成12月 那么在表述我们今天的时候 15日叫115日 也就是说在进行支票填写 出票日期要写大写 那么对出票日期月份大写会有要求 一共是1到12 12个月 我们在表述1月和2月和10月的时候 前面要加0 01月02月0110月 那么在表述我们其他月份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写了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那么在表述11月和12月的时候 前面要加上1 11月和12月 这是对出票日期大写月份的要求 1月2月10月前面要加上0要记得 11月12要加1 11月和12月 那么对出票的这个日期要求的更加的繁琐 那么先看对日期 那么从我们的1号到9号日期表述要加上0 那么10号20号30号也要加0 出票日的表述 1号01日2号02号03号040506070809日 那么102030也要加0 0110日020日030日 那么在表述日期11号到19号的时候 11日12日一直到19日 那么表述21号到29号的时候 加上2 21号22号29号 那么表述3的时候 那么30号前面加的是0 就剩下31日了 就写31日就可以 那么对我们的支票的出票日期 要求大写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 避免他人进行篡改的 也就是说在出票的月份的时候 如果你不在1前面加上0 很容易被改成了11月份 如果你不在2日前面加上0 很容易被篡改成了12月份 所以我们在说出票日期支票 而言一定要写成大写 月份1、2、10前面要加0 那么对日1到9、10、20、30要加0 那么11到19加1 21到29加2 避免他人创改 那么对我们的支票的出票日期 有了要求 那么对出票金额要求 大小写同时记录 那么大写我们要写上人民币三个字 小写前面要放上人民币圆的那个记账单位 而且我们说了 什么时候写正字 什么时候不能写正字或者是整字 0怎么要写 对出票的支票一定会有详细的表述 书上会有一个例子 要求你们熟悉支票的金额大小写的熟悉 支票出票日期知道了 要知道出票的金额大小写 同时记载方式有效的 而且要求大小写记载的金额 一定要是一模一样 不能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什么时候来写整字或者是正字 如果脚和分都没有数字 整字或者正字是必须要写的 如果脚上有数字 分上没有 整或者正字是可以被选择的 如果脚分上都有数字 也就是说脚分都不是零的话 那么整字或者正字是一定不可以写的 那么除了整字或正字的要求 还有对零的要求 那么要求零一定是什么时候写零 什么时候不写零 也就是说如果零的位置非常特殊 在原位上或者万位上的时候 零写和不写是可以被选择的 但是如果原位上和万位上同时都有零的话 你说前面也可以 说后面也可以 但是必须要说一个 如果是连续的几个零 我们表述成一个零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对我们原始凭证支票的填写 书上还说了支票有转账的和现金的 那么转账支票什么呀 转账就可以 现金支票并不是企业 所有的用途都可以用现金支票来进行结算的 我们书上说了 如果企业发放员工工资 可以填制现金支票 发放劳务报酬也可以 支取差旅费也行 那么还有提取备用金可以用现金 那么除了书上说的这四项以外 企业在日常提取现金的时候会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 好 这是我们说关于原始凭证举例需要大家掌握的支票的填写方法 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都是两个连次 左侧小的叫他从根连 右侧大的叫他支票连 那么对我们的支票连除了书上所有的填写内容填写齐全以外 还要记得要在支票连上签章 那么签章签的就是银行的预留印件 那预留印件都可以有什么 可以是我们的财务章加上人民章 也可以是财务章或者是人民章 也就说预留印件预留哪个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经过银行的同意才可以 支票一定要签章签上我们的预留印件 那么支票才会有票据法上说的法律效力 好出票的时候要签章 如果企业收到支票怎么办 收到支票 除了要看内容是否正确 还有我们那边完整以外 还要在支票反面做委托收款的背书签章 记上委托收款几个字样 并且签我们银行的预留印件 这是对我们原始凭证需要大家掌握的支票的填写方法 以及现金支票 哪些范围是可以用现金支票 开出去支票要签章 收到支票也要签章 不要忘记 那么这是关于原始凭证的举例 原始凭证了解了 看一下原始凭证审核的内容 也就是说拿到一张原始凭证 我要怎么看才是对的 首先审核原始凭证的真实性 是真实的 然后看它的合法性 那么然后再看原始凭证的合理性 那么真实合理合法的 看我们的完整性 正确性和及时性 也就是说拿到一张原始凭证 先看是否是真实的经济业务 是真实的原始凭证合法吗 合理吗 完整正确及时吗 如果符合了我所有的要求 筷证人员应该干什么 进行下一步的记彰凭证的编制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真实的 合法的 合理的 完整正确 及时的原始凭证 要马上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那么如果在原始凭证审核的时候 发现原始凭证是真实的 那么是合法的 也是合理的 但是在我们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上 存在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原始凭证是真实合法和合理的 但是填写不够完整的 那么一定要求填写完整 好 如果说原始凭证真实合理合法完整 但是填写不正确的 应该怎么办 我们要区别对待 不能一视同仁 对原始凭证真实合理合法完整 但是填写不正确的 如果是金额的不正确 必须要退回去 重新开局 如果是金额以外的错误 要由原出具单位进行更正 并在更正处加盖公章证明 好 这是我们说 原始凭证审核对于真实合理合法完整 但是不正确 要区分两种情况 金额的不正确 不能改 一定要重新开局 金额以外的错误 要由原出具单位进行更正 并在更正处加盖公章证明 那么如果在原始凭证审核的时候 就发现了是不真实不合法不合理的应该怎么办 作为快证员应该抵制不真实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 应当于拒绝 拒绝之后工作还没有完 并且向有关负责人进行报告 要求查明原因落实责任 对原始凭证的审核根据审核的不同的结果进行不同的处理 如果这些条都满足 要及时进行会计的处理 那么如果是我们真实合理合法 那么完整但是不正确的 一定是金额以外的错误 由原出具单位进行更正 并在更正处加盖公章证明 那么金额的错误一定要重新开具 更正是没有法律效率的 那么对不真实不合理不合法的 一定要与拒绝 并向相关负责人报告要求查明原因落实责任 那么这是对于原始凭证的审核 不真实不合理不合法的 一定要对他进行拒绝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关于原始凭证的内容 原始凭证要掌握原始凭证的分类 那么原始凭证至少具备的七项内容 那么关于原始凭证支票的填写是一定要会 对于原始凭证真实合理合法及时完整正确审核的时候 针对不同的审核结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审核的态度 这是原始凭证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